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经历了整整15轮的投票和各种妥协退让以后才成功当选 这么艰苦的过程只是一个开端 议长这么弱势 未来在推动议案的时候将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专家就点出共和党公开内讧 恐怕会打击麦卡锡和向党的威信 而他要靠前总统特朗普才能够过关 也是很惊险的一步棋 这召开竞续归的个事情是很重的 对万富翰的执档 这 noble选拟的执档 特朗普也始终于 直接进一步区别的地位 是白争的执档 这种方式会供应isk 迈卡锡为了拿下议长职位 答应让一直和他作对的保守派 自由团派进入制定辩论规则的委员会 同时还拉低了门槛 只需要一名议员的要求 就可以表决是否要撤换议长 在做出这么多退让以后 迈卡锡恐怕会让本身的盟友心灰意冷 专家就坦言 未来他就像在走钢索一样 必须平衡盟友还有自由团派的要求 才能够保住位置 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几个月 必须提高美国国债上限 避免政府关门 在过去几年 这个立法过程都很艰辛 美国政府都站在停摆的悬崖边 如今还面对如此摇摆的议会 随时一师足成千古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这一切都很艰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